随着后疫情时代到来 越来越多美国公司开始要求员工返回办公室 以科技巨迫苹果公司为例 员工被要求必须在周二周四进公司 至于一周是否需要进公司到三天 则可以和主管讨论 这项政策预计9月5日开始实施 虽然苹果公司认为返回办公室工作 对于企业文化以及团队合作将有所帮助 不过支持继续居家办公的员工 却不这么认为 不只苹果 其实美国的相关民调也显示 只有19%的人愿意回公司上班 大部分还是希望能够继续待在家工作 或是弹性选择 尤其矽谷的大型科技公司在疫情期间 业绩与股价纷纷飙涨 代表员工居家办公并不影响产能 没有理由员工必须回到办公室 然而随着雇主和员工之间的纷争扩大 有专家却认为雇主最终还是会胜出 不过雇主可被高兴得太早 有调查便指出多达70%的受访者 觉得公司办公条件如果不够弹性 会考虑换新工作 因此部分公司也在推出 让员工继续在家远距上班 但是必须减薪20%的替代方案 华语新闻华语军综合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华语新闻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即使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